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在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公布结果之前 今天台北市政府展现第一波设计的具体成果 这一次结合民间的专业 提升清洁队员的整体形象 以及打造街区的创意招牌 让创意设计融入生活当中 使得城市景观变得更美丽 台北市每年有超过6000名清洁人员 在街头辛苦工作 为了维持适容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 提升工作效率 特别邀请设计师与清洁队员交换意见 重新设计垃圾桶 扫把 本机等清洁用具 这次在整个一个整体的思考 然后色彩 然后如何让那个手飞车可以收纳进来 我们都有做一个思考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 就是市政府对设计这块 用设计来解决一些问题 最好的一个示范 新式清洁推车可以折叠 一分钟内就可以收纳起来 一改过去在街头清洁推车 随地可见的乱象 这样子的话 比较不会去影响街道上的市容 因为我们的车子可能有时候没有地方放 放在街道上 招牌是街道的第一影像 重新设计街道招牌 结合店家的鲜明特色 打造出全新的街景文化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把大关刀 其实他们的传家吧 他们已经传到现在不知道第几代了 然后我们当时有先做一些访问 然后了解到他们有一些这些特色元素 而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把创意设计 融入我们的具体的市政建设 跟城市生活中间 今天在这里做第一波的展示 就是宣示我们要把创意设计融入市政建设 藉由参与世界设计之都的评选 政府 民间 专业 通力合作 提升街道美学 共同打造有美感 有设计感的城市文化 新唐人亚太电视 沉浸交务疫情 台湾台北报导